金融圈的國泰金控 進科技大廠後 也開始啟動防疫因應專案 二七號開始 金控單位員工開始分 A B 兩組居家辦公 子公司也將陸續啟動 還蠻不錯的 因為這樣就比較能 就是減少感染風險 再次做這件事情 應該是比較加薪救手 因為我們之前就蠻早就實施了 為了支持也為了別人 所以這個大家 我覺得是應該要做這樣子 各大金融業 其實都默默加強 防疫力道相關辦公 防疫配套逐漸展開 富邦金去年就被拖異地辦公 居家辦公方案 部分關鍵業務持續異地辦公 1月中旬起 啟動訪客管制 監控部分同仁居家辦公 公務群聚活動 暫停或延後舉辦 玉山金更針對桃園區 營業單位要求暫停訪問顧客 並視情況分組居家辦公 各單位也規劃分處上班居家辦公 其中財經處確定在1月29號 正式實施 趙鋒信用卡住動作更加迅速 從上週開始就啟動分組上班 並且加強管制 進出大樓人員 同個單位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上 不同的樓層上班 那因為他們搭乘不同的電梯 所以基本上跟走不同的樓梯 就不會有接觸的機會 各大金融行業眼見疫情升溫 趕緊請動各項居家辦公等措施 希望能在疫情當前 勸保金融服務不被疫情影響 記者央視序曹教人台北才能播到